陈君在60岁那年 他的老婆就因为得了癌症晚期 没办法治疗就离开了他 虽然陈君的阿米双前日子过得都不错 可是他不想去给孩子们添麻烦 于是只好自己一个人独自生活 可是自从陈君的老伴去世后 陈君就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枯燥乏味 一点意思都没有 并且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家里 感觉到孤单寂寞冷清 于是陈君在去年的时候 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下 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 他老婆人长得很漂亮 名叫小芳 当他和陈君见面的时候 彼此都产生了好感 毕竟两个人年纪也老大不小了 于是就请来了几座好朋友 简单地办了一下酒席 之后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生活 婚后陈君和小芳过得非常的幸福 都说老来伴老来伴 到老了有个人互相照应着 这样也能够让陈君对生活的看法又不一样了 有一事陈君的好哥们听说他再次结婚了 于是就前来贺喜 当陈君的好朋友浩天 看到他现在的结发妻子时 就动起了坏心眼 因为浩天他的老婆也在不久前出了车祸 离开了他 浩天家境非常的好 并且他的儿子也很有本事 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女儿也嫁给了一个富豪做老婆 所以浩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 可是直到他看到自己的好哥们成君 现在已经有了幸福的生活 他开始妒忌起陈君 于是三天两头的就会来到陈君家里做客 明眼人都知道浩天他根本就不是来吃饭的 他是奔着陈君的老婆来的 因为浩天家里有钱 所以没过多久 小芳就向陈君提出了分手 他对陈君说 我和你在一起根本就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并且你们家的条件真的是太简陋了 这种日子我一分钟都不想待下去 于是说着说着就提着行李箱走了 当小芳走的那一刻 陈君就再也不相信什么人间有真爱 在那一刻陈君的心就已经死了 他发誓 从今以后只想一个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可是自从陈君和他现在的妻子离开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好哥们好几天都没有来看望他 而陈君此时心情也非常的糟糕 想找个人诉说自己内心的痛苦 然后就提着礼物去浩天家 可是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见浩天怀里搂着一个女人正在亲热 当他看到浩天怀里搂着的这个女人 遮着自己的结发妻子时 他顿时间才醒悟过来 原来他们两个人早都已经有了龌龊的行为 只是陈君一直没有去揭穿而已 事到如今陈君也看透了浩天他的为人 亏他一直把浩天当做自己的好哥们 这么多年以来心里都在惦记着他 可是直到这一刻 陈君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 就把浩天给痛打了一顿 并且给了小芳一巴掌 嘴里不断地在说道 好一对狗男女 你们竟然这么对我 事后我一定让你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这样浩天和陈君 两人六十年的情意彻底断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和浩天有过来往 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可以告诉我一个道理 到头来就要安安稳稳地去过日子 因为你们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 不要再自己老了还不守复道 这样只会让你一辈子都过得不幸福 你第一个地方 就行 魂